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就来跟大家逐一说明 首先 初赛还是分为北 中 南三区举行 今年初赛的选拔项目只有团体表演 没有团体演讲项目 好消息是晋级决赛的名额提高到8队 只要以学校为报名单位 四人一组就可报名参加 希望老师及学生快快准备 并在9月1日至9月30日踊跃报名哦 这里要特别请大家注意 与配合因应政府防疫政策 以及落实社交距离 活动需全程戴口罩 连台上演出也要戴口罩哦 请特别注意 这次场地部分取消了演出范围的限制 而在舞台上会有一黄线为布景放置的位置 前面会有一个T字形的中心点 前方会有许多的麦克风 只要学生们展现平常的自信及实力 都不会影响收音及分数 这样的改变呢 是希望让学生在表演时更自由 更不受场域限制 发挥最好的实力 各区结束当天会选出各10队表现优秀队伍 及8队优胜队伍 因此三区共24队优胜队伍 将进行12月12日在公式摄影棚的决赛 今年的决赛项目取消的团体表演 仅以集席演讲比赛及一支问答两项为决赛项目 演讲比赛占总成绩的60% 一支问答占40% 主办单位会在决赛前几周 公布集席演讲的题目范围 而在决赛当天抽出题目 同学们知道题目后会有20分钟的准备时间 时间到了之后 工作人员会依序带至摄影棚做比赛 比赛的场域前方有许多麦克风 没有框线 同学们可在队形中进行演说 不会因为收音问题 必须到台前的指定麦克风说话 可呈现更活泼及自在的演说方式 另外一项一支问答共计15题 复选题5题每题10分 单选题10题每题5分 都是请同学举牌答题 两项比赛结束后 公布成绩及名次 今年一样有10队加做可获得 5000元奖学金 表现优等的6至10名 有奖学金1万元 特优4、5名可获得25000元的奖学金 最精彩的特优前3名 可获得国外的参访机会 也必须先和大家说明 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 主办单位将随时根据中央流行 疫情指挥中心发布之讯息 保留调整或取消赛事及出国参访的权利 全部24队可领取决赛的参赛证明及奖状 希望同学们在辛苦老师的带领下 创造更多的青春印记 我们11月见啰